大家好 大家好傻傻 今天回來看看 下午是現在升星26點16526 看到有觀眾就說 今天會不會穿164呢 看來覺得 勢就一般 不過今天焦點我想就暫時 兩隻 就是3690 出了業績 還有一隻 百度 剛才又抽了上去 不過現在都回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入場機會 不然就一隻問一下 索索先吧 就是3690 怎樣部署呢 業績出了來 現在升到7% 是否向著這個100元進發呢 我想這隻 之前一直都看好了 但是 你有沒有博業績 在業績前 我之前買了 早就買了 早就買了 但有沒有再加 沒有 其實我是一邊吃糊 我六十多的時候 不是一邊加的 接著就一邊吃糊 因為之前真的 美團那時候也有說 不尋常那麼低 美團其實我覺得 它怎樣都值一千億美金 至少 大約七千八百億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是 七十二還是七十三的時候 我做另一個台 那時候我的目標價 我給了一倍 所以就 所以就 那時候就很誇張的 但其實你看著它 一直都升上來 我覺得美團的問題 都不大 完全都 是 但是你升那麼多 如果你很短線炒的 你一定會有些回調 即等於你 說真的你九十四 你回回幾元 再升過 我覺得很正常的 但我覺得它 起碼看一千億美金 因為我自己有炒的 Uber 即是鬼佬那些 Uber Expedia 每個人都 都真的很強 坦白說你七億用戶 我自己就覺得整個美團 都繼續看 等它回一點後再提升 很強 因為其實之前一直都 都是說美團強的 家寶 我一二一一 是不是 220元不是一二的舊舊 一二一一 我換遠了 我換遠了 240元才收回 因為之前太貼 一二一一 不要紅它 就是我不喜歡這一一一 但它是 我也覺得它是甚麼的 它也是厲害的 就是 唉 我不知道 我現在 希望它會 以及車庫也在轉小 是嗎 你看過那隻 連一隻吉利也有些 咦 動不了 算了 不知為何這個動不了 我覺得這一一一一一好像有 就算比較紅 未必多水位 可能你很短線的插 不過我覺得短線暫時還未突破 還未突破 嗯 上了一級 但是這隻不弱的 這隻是強的 這隻強的 這隻是強的 對 都看他跌倒 我們剛剛說的 車股淡油都說比阿迪強 是啊 之前一直都 你看我190多的時候一直都 一直都沒有 車股淡油 對 我看淡車股 但是你看我之前190多開始 我已經不敢沽著比阿迪了 我看見你 對 一直都忍 然後他真的強 我們剛剛說起美團 是 那也想問 剛剛我們的看法都是覺得強 我覺得 等他 因為今天星星是7% 我覺得等他回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可以繼續擴上 因為他都很明顯 對嗎 對 你看不到他什麼 哪方面的弱 對嗎 鱷場投資者呢 鱷場投資者今天做淡倉多 淡 一百元那些位置 對 相對貼價的 因爲他原因是在最近的位置 大家都可能當著一百元的心理關口 做一個防守位置 然後始終今天單日升那麼多 就算不大G 也要駁他明天回一點 我想是這一類的心態 這幅圖輕機用 可以用我們的網站看看 如果3690的話 今天多人玩以2085的淡倉 如果你說證股的走勢 你駁他回的 是的 駁他回 而且他剛剛好是上市高位附近的位置 就算今天開淡倉可能是短線 明天如果不行的 就要計算 我想設一個止舌 就是 你今天的軍價是95度 現在是低過軍價一點點 因為我想都很明顯 高開了之後 大家都一直都吃著糊 我想你可能真的用今天高位96.8 我覺得他調整完 我覺得他會調整的 因為你升到7.5% 但調整完之後 我覺得是繼續上升的 而且這次的業績 其實我覺得都頗滿意 其實我整個美團都照著整個勢去 我自己是覺得 對 做淡倉 好 如果你說淡倉 今早我們多人在玩 就是22085 給大家看看條款 算是比較貼價那種 之前80多元很多人玩這隻 行使價是74.94 曾經入過價內 當美團最差的時候 這隻入過價內 槓桿只剩下兩三倍 但隨著它彈上來 這隻是八月到期的 又重新適合 所以如果你有看淡 想找一些價外的年期 又不太短身的潑倫 就可以看這隻 22085 4.5倍的實際槓桿 但會不會把他變紅底 索索反而調轉你 我覺得我會把他變紅底 因為譬如你看業績 我覺得美團很多人會分析業績 我覺得業績有二十多億 因為特殊收益 我覺得那些不是重點 我自己看的重點 反而是美團的王興 因為他的新業務 現在他面臨到底是縮 還是取消的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新業務難做 他的反應出來 我看到他是縮的 他不是說取消 其實他也是繼續做 只不過現在的市貨 但他的肚子就不踩心一點 他的肚子就不踩心一點 這樣去做 我覺得這件事是市場收貨的 樂見的 因為如果你突然取消 整個策略的策略是改變了 之後你要計算很容易 你只有旅遊 旅遊用攜程的估值計算 外賣的話是見頂的 只有4-5%的利潤率 那些沒有人要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他就很難 反而很難去銷售 就是想他去做的東西 王興業的確是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今天 整群我見分析員那些 是一致滿意性的 這是最好答案 所以我覺得他有繼續上 其實他之前陽足的那一刻 是三月頭 爆大陽足那一刻 市場傳聞就是他不早 但他出路而易積 也沒有很明確地說 但似乎市場也收貨 就是今天還站在三月一日 那支大陽足上面 高位其實都頗遠了 88.4元 今天都站在90元樓上 正如楊索索所說 既然市場收貨的話 也都站在十天線上 如果你說反過來 我不抵抑他做淡 順勢開招勃他變回紅底股的話 就有一支22165 就是110元的行使價 如果真的進回紅底股 這支也有點霸佔力 4.4倍的實際槓桿 尾團的選擇 看看會不會回一點點 再看看是好的 找個好位置入場 今天你的百度很厲害 是啊 都是焦點之一 說了沒有 還沒說 等著我 98888等著你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這支百度其實 因為之前 李先生 我之前都 因為他跌了下來 我是業績之前買的 就是業績之後買的 那就 應該是這一天了 你那個列口的人 不是不是 不是這個列口是嗎 是的 這個列口 是的 二月這個列口 業績跌下來之後 我自己就看了那份業績 我就覺得非常之好 是的 還有之後我都很詳細地看 我都覺得 你只去做搜索引擎 加外企加它的現金 已經是超過了這個價格 我當是AI0了 已經是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是一個很便宜的買下去 那這一陣子我見過 其實我覺得去回 因為市貨回而已 那他今天那個Apple這件事 其實上個星期五 在美國那邊 其實是賠錢了 有蘋果加持 是蘋果加持 那他今天都基本上是確定的 那我想蘋果的解釋 其實都合理的 就是我看過那些新聞報道 他的解釋都是說 因為 因為合規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摘他的技術的 他就說合規的問題 那我覺得如果蘋果摘他的技術 蘋果就死定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合理的 因為他如果想賣東西 就是合規的 那他就很合規地在那裏 那他都選了他做搭檔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對於八道來說 第一件事真的是一個理好 一定要選八道的 也選不到谷歌的 他有選擇 有放阿里的 有幾家一起選擇 那我想八道應該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八道 如果在這些位置一百元 這些位置加上這些 其實我覺得他很緩慢地上去 因為他之前的業績其實很漂亮 所以我自己一邊拿著 一邊扔 即是你中間就沒有進進出出 沒有 但上次你說完 我也有跟你短線地買了一個好倉 你上次說的那一刻 飆了上去那一刻衝得很厲害 衝到106 所以我吃了 所以吃了 我忍住了 跟著吃完 所以現在我又再深思思想後一下 其實我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八道是 因為這樣說 八道比較難說 他向上的幅度 他跟那種動能 跟美團不同 美團我覺得他真的可以 短炒一些薄 但是八道我反而會選一些比較 長身 逐級上 我覺得八道真的可以慢慢坐 因為他向下 其實他的單身是很有限 只不過現在是等著氣氛轉好 或者好像今天那麼多 可能遲些蘋果又說 多一些有關的細節 然後之後他才慢慢向上 我覺得八道就坐久一點 好 如果坐久一點 其實我也想想 也挺意外 就是蘋果 最後他完全做不 即使他出AI電話 原來他在中國就要靠八道 在中國以外就要靠Google 原來他真的有AI的 原來八道真的有AI的 即是李鴻燕出來 李鴻燕是不是Jolie 李鴻營 李鴻營 兩個人的名字都這麼熟 兩個人都是人才 對 兩個人都是人才 李鴻燕 他出來之後 大家看到文森 說PTT 嚇死了 所以我那時候計法 你看我坐八道 我是不計你AI的 就是我覺得有AI就是一個優惠 沒有AI 他只做愛奇藝的會員 還有他百道搜索 因為現在只有他 這個廣告也足夠這個位置 所以我自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現在你多一個AI 我覺得在等市場的氣氛轉 因為大陸你也是炒AI也炒得興 還有中國你無法選擇 即無論你信不信 或者他的技術如何 但你只有一隻 其實也是找手突擊之上 對 我也找手突擊 所以為什麼我會選得長一點 我覺得要有些耐性 接著駁他一下 有個招式 風來了就吹得起 如果長身一點的八道 可以找一隻 這隻是價外一點 但是九月才到期 但是如果你真的駁八道就193、97 但如果你想貼一點 多人選一些就是22700 我覺得是第一等 六月也不是很短 不短 227、88 還有你這個行駛價82元 其實說真的那句話 你又不是真的差得遠 那沒來自前世見過 對 Kitty前兩天衝你也106 其實八道要衝起來很快 要走就很快 我覺得八道很快 還有你可以細細煮 七倍多槓桿 對 那我自己就覺得八道就適合慢慢坐 反而美團就炒了那些動能 美團 好 我差點想說 我第一心想到 阿里又適合蟹 所以我見有觀眾說 我伯伯好像鐵達利 什麼時候跳船都適合 應該這樣說 你靜古操作和你卵正 卵正你見過我 差不多一個月都沒有說 那隻壓力 基本上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薄的 都不會 我覺得都是選得很長 而且你真的要兩元 兩元上落 我覺得 你炒了別的 有點凍能一點 那八道有多一些故事 對 我也八道有多一些故事 有消息 還有就是小米 小米其實 我之前一直沽它 而且我都頗不喜歡它 但是它的走勢 是漂亮的 這是不得不成的 我覺得小米的走勢漂亮的 尤其是葉子之後的插得起來 可以升得上去 升得上去 可以回頭 我反而覺得 我反而覺得 小米如果你要炒 我覺得反而可以 似乎資金是真的想接駁車 二十八號嘛 很快 對 我反而覺得 好像真的炒得過 小米反而 而且雷軍最近也有很多話說 前後也有很多關於車的 五十萬以內是最漂亮的 他自己說 我覺得小米跟中芯一樣 他要炒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他不會隱隱藏 他不需要像八道或其他人 你要一些時間 你自己去做功課 自己去找 小米不是的 他真的要炒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中芯也是 中芯不用理他那些 你不用做功課 他要炒那兩天 他自己會告訴你 我反而覺得小米這陣子 他真的是硬的 他這樣繞得回這支葉織之後的陰竹 繞得回到15元 你是要尊重一下 對 我也要尊重 就算我多不喜歡他 我也想炒掉小米 這個位置放了 你很快就離開了 對 我有14個半就離開了 你走了嗎 走了 小米不要炒了 其實我覺得最近很多隻 之前都很弱的那些 真的離開了零細就不一樣了 反正我覺得小米有沒有去搏一下葉織 小米不是真的搏他的車 是 搏車 搏車的話就22872 這隻槓桿四倍左右 行駕駛是16.52元 如果真的搏到他的車 一下子爆出來 很受歡迎的話 這隻理論上都有不錯的把握力 就是22872的選擇 還有雷軍也吹得很大 問他那部車為什麼不出SUV 我覺得因為他出SUV 你跟你想砍而已 很難 他就說 你想現在一樣半地 那一輛MAC 那一輛X財車 那一輛那時候一看就知道 那輛車怎麼坐 你送都沒有人要 送我都不知道 需要的 然後他有說 雷軍就 我覺得雷軍有一個挺好的銷售 他就說 為什麼我會不出SUV 因為我現在出這輛車 是可以給兩個人的家庭 你還兼顧二人世界 如果你有家庭 你還可以坐在後面 那兩者兼顧 就是一輛 就是一輛 一輛車都可以說 就是普通一輛車 就是四人車 他就說 兼顧二人世界 四輛四道門 四輛四道門 兩輛就坐在前面 四輛又兩個坐在後面 什麼意思 他就說 他就跟他的駕駛體驗是好的 然後他就說 然後更加適合 如果你是一個人來說 日常開都可以 兩個人就二人世界 如果有個家庭 就可以坐在後面 挺好的 挺好的 滿足你三個願望 所以你看雷軍推銷到這樣的樣子 我想我自己會覺得 我們升展的渦輪 你看升又可以有召善 看跌又可以有潑鑑 挺好的 看你信不信 我也信雷軍 這個時候雷軍推銷到這樣 是的 這麼多信你也是神情令我 真的神情 不要炒了 還有就是那句 你看看這幾支十字星 你要尊重 好 那就二二八七二 業績前大家都玩開這隻 現在都是15元附近 所以這隻二二八七二還適合玩 一成島價外 四倍實際槓桿 但看資金流 我也知道有些投資者 是不想推銷一下他的 如果想推銷小米的話 一對的選擇 叫二二八七二 推銷是二三五零零 8月底度計 6.4倍 你寧願等他出現的業績 出現的車 還有雷軍這次整個出師表的 什麼神本報醫的 他講到 我的人生最後一次拼搏就是這一次 我將我所有的聲譽壓上去 即是他吹得很大 是的 動之意情 是動之意情的 他說如果他是蘋果 他就不會選擇不做車 是的 他已經吹得很大 所以我想我至今都暫時相信他 好 那就二二八七二 大家信索索同信雷軍就二二八七二 還有我覺得是要一些耐性的 有時候港股這一段時間 整個勢頭不同 有些股票 我覺得美團那些你可以炒一下 但有時候 比如八道小米那些 你給他多一點耐性 因為他有一天兩天 如果這次雷軍被他吹大了 是 好笑 雷軍他是 你去看吧 不是我說的 大貓V你自己去看雷軍說的 他真的形容得很可 好 那說一下 如果700 你又怎麼看呢 業績之後 他沒有美團那麼爆炸 反而這隻我沒有興趣 沒有 沒有 我不是說 千億回購 做得最好的操作就是 上個星期五 插了下來 281 撈一撈 撈一撈 其實我本身想吃的 然後那天忘記了 幸好今早上還有 還有290 290元即走 走不前 是 因為我看他也不動了 然後又回回來 那其實是 純粹拼他插得多 有一點回購 是啊 那10元8元又沒有 可能玩法也跟Kitty似的 就是 告罪這些位置沒有什麼方向 就無謂了 反而見他即使插得多的時候 就拼他有些摺盤合作 做一下回購 我覺得騰訊似是炒 真的炒 他就 我覺得他的焦點沒有那麼多 好像觀眾一樣善解人意 他說900%很堅聽 我再回答一下 八刀 你不要說什麼 你當他沒有AI 你Apple用他 也要給他錢 他就這樣 你當他賣服務 然後加一個愛奇 加一個手術引擎 他也要多一點錢 所以我反而覺得他硬是正常的 你多人用 講講一下 小米都回來八刀 那又再給大家一次八刀 然後一條 後來 來他看我的哭聲 唷有BB喊聲 有BB喊聲 是有BB喊聲 22788 22788 1088 我只需要用一個鐵塔 我也需要用鐵塔 鐵塔都翻山 近一段時間有些耐性 鐵塔我們就擁有資金流入 不過現在鐵塔滾了下來 仙嶺那隻13462 看看能不能開價 在業職前很多錢流入這隻 但現在也不能開價 所以大家不要買了 僅僅能開到一仙 但在鐵塔公佈業職前很多資金流入這隻 純粹講開 那我就覺得延續上落 其實我覺得就好像有些策略 29的阻力很大 即使跌得多2-3-4%就看來接駁一下 接駁不接駁到即使回購 但如果接駁不到即使也算一下 就用高杠杆去做這些動作 你貼市看得住就可以考慮這個策略 有一個23437 見即使跌得多 就考慮一下 接駁一下回購 跌幅收債也好 轉燈也好 好像上星期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原來收債也真的回購了 大家都捉到她的手影 如果她不即使會不會就隔個星期一 即是星期一 等不及了 等不及 這樣也好 另外我想看1299 因為我看到剛才有觀眾也有問 有幾個就說很肉酸 就是有幫 上星期我們都說 反手撥了嘛 對 但又找不到理由 為何要保持這麼弱 我又看到很多資金 有理由 我看到很多資金都流好倉 我看到跌得很低 不是 我經過這件事 我發覺1299 他甚麼時候要跌那麼多 我發覺香港的新聞有一點點失望 其實我發覺很多人是不知道1299跌甚麼的 是啊 是啊 證明那些人完全是 連少許功課都不做 你打開業績 第六頁你已經看到了 第六頁 不是很難的 即是你這樣跌 那你一定有問題的 還有你擺明是帶錢走 不如我們現在有沒有時間 開業務有 是啊 我們想開 啊 我發覺 還是我們這個裁演界 是開始越來越興越多 真的很搞笑 其實其它的新增業務是真的比較差 而且它的接 units掉得很厲害 對 就是這 所以它頁植挑完之後 插票 С看 這些 checks 就因為它是頁植 它才 Exam 55元 oret셨어요 你說甚麼看之後 它的業績 沒有人 assets in 全 年 Athletic 你看到他有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 你看他的內涵值 其實你出來之後 他每股內涵值是不是升了 人們就覺得是OK的 但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細節一點看 他的內涵值權益 其實對比上年是下跌了 而他的內涵值的價值 其實也是下跌的 自由盈餘 這個價值很厲害 就是8% 那為什麼他這個內涵值會升呢 因為有回購 對 這件事就是 他的表面數 你看他的EV是升了 Embedal value是升了 但其實是因為 因為他是那個回購的問題 而令股數減少 第二件事 這件事我那天晚上也有說 很搞笑 好像KK樂園一樣 你想想 友邦呢 譬如他買一張單 你看他在去年來說 中國內地的一張單 他是賺70%的 69.5%的新業務價值 利潤 到今天 是跌了四成 只剩下五成 51% 而香港的單 你不要以為 那些人會賺很多錢 是60 之前是七成的 剩下57.5% 反而有件事 很誇張 東南亞 泰國一張單賺九成 今年一張單賺93.3 真是他長 他賣100元 賺93.3 為何他這條數差得這麼遠 就是你想想 他這條數很大 你這裡加上2400多 即是友邦現在賣的單 可能他為了業績 而是賣一些比較便宜的單 他就是這件事 那你友邦高估值 那你這件事 整個利用率下跌的話 那你整個跌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要一些肉眼可見便宜 我覺得友邦要起碼 就是之前看 你看到EV1的話 例如47的位置 你就肉眼可見便宜 但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 都正常的 他不算很貴 也不算很便宜 就看你自己覺得 在港股這麼多便宜的東西之下 你需要否去搬席友邦 但我會傾向外資走 因為他這個估值 是不便宜的 友邦是一向不便宜的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你內地出來支持資本 有段時間都未能支持友邦 那麼多國企股 所以我們上星期一 本身都是淡淡的 那些業績 那就是 存在一個位置 就做淡 對 你是說底之前 先薄一薄 如果不行就 計數直播 再反手做淡 都不遲 其實如果去到EV1 要去到40多元的話 上星期說的那款 那款投資還適合 那款投資是23635 23635 行使價48元 所以我覺得油邦跌 你不要以為它是沒有原因的 那些人真的傻地跌 因為它的數字是掩蓋的 譬如很多人說它的內涵直升 就是OK 其實它不是的 你看到它是跌的 因為它是回購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業務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保險 譬如你買一張五年的單 和你買一張二十年的單 可能第一年你不看數字 你覺得是OK的 因為大家都是賺這樣的錢 但問題是 它的單五年之後就收費 如果你是買那些二十年的單 它的數字 它之後就算賣不到 它的業績可能會維持二十年的 你這個其實長遠的價值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油邦是可以 我覺得未必要罵 真的不要罵 不要罵 但它還有沒有再下跌空間 我覺得下跌空間也有的 但你就要設定好位置去抄 但如果你說要搏叫反彈 我覺得你不如搏 你不如搏一些有業績而跌下來快手 那些我反而覺得 那些業績好而跌下來 但它真的是差的 它的業績 你難搏一些 我覺得 還有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你看看同樣 九四五的宏理 我們沒有輪子 九四五次長也不多輪 你看看宏理的股價和有幫生幾遠 因為宏理就不是專注於大中華 還有一件事 可能大家比較少留意 其實保險的行業 匯豐搶了很多 匯豐搶了很多油幫單 你看到匯豐之前 不是有一個上了新聞 賣了20億單 那個兩億美金 還是多少億美金的單 你看到很多人在銀行 因為現在香港 老省難賺錢 銀行盡取了 在保險業務上 跟傳統保險公司搶了很多單 所以我覺得 匯豐是受惠的 匯豐那天出現業績之後 就扔了下來 一直反反覆覆 在58-59元做了底 以及都搜到在前底上面 如果匯豐現在只剩下60元關口 看好一點的話 匯豐可以留意21350 9月份才到期 就夠長身了 14倍的實際槓桿 如果你說 如同所說 不要隨便搏有幫反彈 看看匯豐就可以看看21350 那些人都知道 那些人真的知道 看到我講得 這麼有信心 這麼專業講保險 當然是問人 你們可以進行理性討論 理性討論 我都可以有理性討論 上個星期 你沒事了 你見過上個星期出現有關業證 那時候 我閃閃叔叔叔 你說你沒有資料提供 你叫我閃閃叔叔叔 你叫我今天多大 他就說 誰不做功課 誰不做功課 因為他補習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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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補習 真的細心我們觀眾 我沒有補習 我怎麼敢開業績出來說 我第幾頁都跟你說 當然是問人 你不是覺得我可以 兒子的功課第幾頁都不知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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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我是找了這兩個 總之我們雙壞人士 找了這些原因出來 大家要注重的原因 為了跟大家做功課 都要跟老婆低聲一下 辛苦了 大家尊重索索索的分析 就可以留意一下匯豐哥 不 給予索先生和索太 就留意匯豐哥 21350 大和解架 大和解架 你們角色是不是先口角 雞兒 將友邦動武 對 對 因為有時候 即是說一句 現在說一些真實話 我覺得保險股的業績難看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看到這些資金走不對路 我覺得都不要搞那麼多 這些資金不是傻的 有幫資金真的不是傻的 所以就不要亂鬧 快手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的業績不差 對 增長就轉了盈利 對 但為什麼快手又插下來 這一刻我又不知道 反而快手 他的業績是交到數 沒有人說不漂亮 基本上快手這次的成績表 對 他有回購 他這個位置四十多元 我覺得快手好像又能購得過 Kitty有沒有購買呢 沒有 快手我沒有搞 因為我錯過了 他衝上去那一層 他有衝上去嗎 在業績前那一刻 那整個市場都衝上去 對 整個市場都是萬六上萬七 這陣子其實我沒有怎麼看 他業績完之後 他開完業績之後 那一天衝上去大概五十五元 大家都看著會不會試到六十呢 誰知道還給他事大分 你可以暫時當他給他事大分 我想其實大家市場 就是最想騰訊快點宣佈減 每次公佈業績都說減持快手 沒有兩年都有一年 我想大家這個始終是一個緊箍咒 如果你說業績上算是漂亮的 現在下來大概四十八元這個位置 就是之前大概一月反彈的時候 那個阻力位 看看可不可以四十六至四十八元這個位置 再做一個支持 如果你說見他英俊業績 想看電話的 就有一隻二二七八七 二二七八七 這隻就適合駁他 有機會真的咬腰 借著業績試到六十元 就可以用這隻樓 快手又可以開業績去看 第幾頁 快手忘記了幾頁 但有的 快手還對比了 今年上年前年三年的業績 因為發覺快手有一些鬼數東西 是 這些有看的就是這樣說 不看的就是閃閃閃閃閃閃 其實快手有一些事情 其實真的做得挺不錯的 他那個 他這次你留意一下 他以前的業績有五項 他有五項 這裏多了一個 是用的時間 他這次就沒有展示出來 其實你見他這些 其實都是算不錯的 就是DAU和MAU真的做得好 還有 他四十多元 這些我覺得是合理的 還有他的商品 他真的可以賣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 就是說現在的TikTok 那些抖音那些那麼熱 我覺得就是 你作為快手來講 遲些 我猜美國也禁止了那個 什麼 就是禁止了那個TikTok 我覺得他遲些要錢 你一定是在香港上的 他沒有可能你走過抖音 走到美國上的 還是想A股 對 我覺得想A股 會不會 他的架構應該不支持A股 他那個是否叫VIE架構 去拍攝鼠包 還是VIE架構 VIE架構 VIE Variable Intercentity 好像是 你好像專業一點 我等一下知道名字 我等一下知道名字 應該是 應該是 馬上縮一下 你說一些專業 你看到有時候 說一些專業的東西 馬上會 有時候會馬上縮一下 對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有細節看他的快手 其實是真的不差的 所以我覺得 看到快手有沒有什麼相機 好 你真的駁他 如果有46 47 支持位上 只剩下60 就是22787 22787 打座給大家 好 看看金 金 我也是講一隻金 是的 金就長廣 可以 因為始終那個趨勢 突破了2100之後 差在就是 可能大家看 就是走得快 走得慢的分別 如果覺得他走得快 再上的話 就18569 15倍槓桿 覺得都是看上去 但是走得慢一點 就23415 23415 11月才到期 但都給了8倍槓桿 反過來 看淡的金 就出貼價一點 就有隻23758 不過講一些題外話的笑話 很搞笑 我們講到金 我有一些朋友是做鑽石的 然後他就說很搞笑 因為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的新聞 最近鑽石這一年 就跌得很厲害 跌得很誇張 因為他的鑽石是真的 開始被人接受了 然後他說 反而有些客人 現在反而買回珠寶 金 就是以前買開鑽石那一堆 特別採鑽那一堆 那一堆 是縮的 那一堆 就因為他的鑽石 還有他說他們那些批發鑽石 是人組鑽石 是人組鑽石 他就說反而有些人就不喜歡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比較有錢 因為他在自地開店 他就說他有些客人比較有錢 他可能買過三卡兩卡 在你面前很閃 那現在你厲害的那些 都是三卡兩卡 還有厲害的那些他沒有瑕疵 更閃 但是有些時候你沒理由 那些人說 你就是厲害 真正假 看不到 你是沒得看的 所以有些客人開始不喜歡 他就買了金和寶石 他說他的鑽石生 現在都鑽到磨嘴 不是 鑽到磨嘴 有一點點存貨 明白 有一點存貨 有沒有看探鑽石的概念 那我出發一段 鑽石真的可以長期看探 他現在很慘 他現在整個鞋貨 因為他們要坐貨 他鑽到整個鑽石 現在都 唯有他這樣說 鑽石後門永久 總之他現在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就 金那些就 你手上也沒有鑽石嗎 沒有什麼 Kitty都沒有 都不帶 我也沒有 還有我看現在說 內地學生 開始儲金豆 金豆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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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致上是這一堆 市場始終也是比較窄覆 我們說了這麼久 基本上都是16500 基本上整個月大部分時間 都是16500 上下浮遊 希望四月有個明顯的趨勢 不過三月假期前 結束一下 雖然指數真的沒有什麼 走出的框框 但是很多個股 就算你說金 很多資產類別 或個股中有不同的板塊 其實今個月開始 你看到走勢是破分化和玻璃圖夠炒的 所以大家也貼事一點 不要只看著指數 其實是多東西炒的 港股多了很多東西炒的 最後給大家一隻803號召喚 好啊 給了一隻857號召喚 一隻舒服 一隻破頂 為什麼呢 因為上星期業績之後都借了一些東西插下來 但你看到好像小米一樣 插一插之後又回到心理關口上 又回到18元 我們是市場最價外的召喚 就是26.923726 23726 重點不是行駛價 是它的敏感度 一對一 因為市場上如果沒有記錯好像只有唯一一隻 一對一而已 或者是非常少數 所以拿到的槓桿有八倍 算是價外海遊召喚比較高槓桿的那個召喚 所以如果你說駁海油高槓桿再高高高的話就23726 好 857 還有最後也給了171 好 八五七就是20910 八五七就無變 十一倍槓桿 是呀 1171 你那隻很漂亮 是呀 我們上個星期做節目 臨美的彩蛋都是講的就是1171 第2天就咬了腰了 1171就是23761召喚 繼續可以留意的 4.7倍 反而這陣子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這些 市場也挺集中的 資源的 對 過股資源的 好 今天也謝謝你 好 想問一下Dick我們剛剛說的股份 還是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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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